近日,在杭州中和高架上,一辆街新的黑色轿车行驶中突然自燃,车头区域开始冒出浓密的黑烟,随机火苗快速将整个车辆吞噬。 在这惊心的瞬间,新郎、新娘在旁边玩起了自拍,路过的司机都表示这心态不得不服。 快速赶到的消防人员经过15分钟灭火救援,大火被扑灭。 只见车辆引擎盖被烧去了三分之二,只剩下一个被烧毁的车架,车胎被烧溶了一大半。 据了解,急火石车上坐着车主、新郎、新娘、伴郎、伴娘共五人,所幸都及时下车,没有造成人员受伤。 我们看到的新人状态,精神还是比较良好的,他们没有阐述那些惊慌和害怕,进行了一个自拍动作,可能也是为了纪念一下。 接下来也祝两位新人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 感谢观看 展例 感谢观看 展例 感谢观看